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图制对各部门进行现场指导 2002年6月17号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图制 对新建的大铜江啤酒厂进行现场指导 军人建设者和突击队员们发挥万物精神 在一年多时间里完成了庞大的建设工程 他对此表示满意 他视察工厂时具体了解了建设情况和生产情况 他 他赞扬得很好 在遥远的将来也不逊色 工厂的一切生产过程都用电脑经营管理 他对此予以高度评价 为了给人民供应更多的未美营养丰富而清凉的啤酒 金正日图制要求建设啤酒厂 并给解决了建厂和建厂后经营管理上出现的一切大小问题 他一一参观各道生产空序 了解了解了设备运转情况 勉励为了给人民生产和供应更多的啤酒 而开展紧张战斗的工人技术人员 他看着优质啤酒的生产情景高兴地说 现在我们可以给人民生产和供应更多的啤酒 他看着瓶装工序说 要给人民正常供应啤酒 就要增加瓶装啤酒生产 他说现代化啤酒厂已建成 随之应解决玻璃瓶问题 并亲自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途径 他说要提高啤酒生产能力 还要抓好啤酒供应问题 他说 在已建成现代化大型清凉饮料生产基地的情况下 今后要进一步提高啤酒的质量 再次招牌 2 1 2 1 2 2 他强调说 要生产具有独特味道的好啤酒 就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对于这一部门的研究工作 积极吸取先进技术 他说重要的是采取措施 搞好生产和供应原料及运输工作 还提出了经营管理工厂的纲领性任务 他坚信工厂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 抱着要做人民公仆的高度觉悟 全心全意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巨大贡献 工厂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坚定决心 一定要贯彻执行金正日图制交给的战斗任务 在应由金正日图制对人民的崇高的爱意的足迹的工厂各单位 蓬勃开展更多的生产优质啤酒的斗争 在他永不休止的现场指导的路上 将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顾向的创造物与日俱增 金正日图制对平壤日用平厂牙刷车舰进行现场指导 金正日成主席曾为这一场更多的给人民生产公民日用品而担心截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嬶家 金正日图支了解了这一场新版的牙刷车舰的生产情况后 参观了实现自动化的各道生产工序 具体了解了设备状态和生产情况 他赞扬他们自己生产保障生产牙刷所需的钢毛丝所 牙刷的钢毛丝的钢度应该各异 下一个阶段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牙刷是我们人民使用的 不应有微小的毛病 并表示满意说 现在可以给人民生产供应 既美观又使用方便的高级牙刷了 他说可以说新生产的牙刷的质量已达到国际水平 他说牙刷是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首要消费品 所以他决心解决牙刷问题 要求建版现代化牙刷生产工序 金正月同志说 干部要动脑筋 研究怎样才能生产使用方便的消费品 他坚信 平良日用品厂 生产更多的优质牙刷 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贡献 工厂的干部和劳动者精进决心 在建设强盛国家的斗争中 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竭尽忠诚 大使力量竭尽忠诚 不辞辛劳地进行现场指导的金正月同志 于7月18号 对龟城市南山合作农场新建的综合续产分场 进行了现场指导 他具体了解了分场的建设情况和续产品生产情况 他视察可以饲养各种家畜的设施 续产品加工设备 农场园住房 文化福利设施 一应俱全的综合续产分场 表示满意说 不声不响地做出了大事 他说 在历经千辛万苦的艰难时期 农场员们用自己的力量建设了现代化续产分场 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 他说 在那一切都欠缺困难的时期 军队工人和农民 怀着对未来的信心 到处创造国家万年财富 他说 这个农场自己动手 修建奶加工设备 批量生产酸奶干烙等 营养价值高的奶制品 这是一件好事 优优独播剧场上 他说 在山羊的数量日益增多的情况下 要大量采用高效能挤卵机 以实现机械化 当天他访问虚产分场养兔分组长 复原居人赵宗莲同志的家庭 他以亲生父母的心情亲切地问 在哪一个部队服兵役 何时结婚 孩子几岁 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关怀避致 这一分场的家家户户生产爪气 解决了烧柴问题 金正月同志了解了这一情况后 亲自到这家厨房 他看了一下 找气带和瓦斯炉 满意地说 这样就可以节省烧柴 厨房也干净 太好了 这一分场 坚持不懈地推进金正月城主席 生前多次教导过的找气化工作 终于圆满解决了烧柴问题 金正月同志对此表示满意 他强调说 要像这个分场一样 大张旗鼓地以群众性运动 开展实现既文明又经济的 找气化的斗争 他们夫妻俩 向三福天不辞酷暑 到农场施洪恩的金正月同志 表示感谢 他照亮了农场的勤进道路 他说 要在培育两种的同时 要按科学技术要求 搞好饲养管理工作 大幅增加续产品生产 不断提高粮食产量 他们一心要早日实现 他提出的建设强盛国家的构想 他们更加坚定了 只要遵循他的教导 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 也能创造奇迹这种信念 军政日图制于7月19号 对硕州食品厂进行现场指导 这个厂党员和劳动者 追寻金正日图制 要在硕州食品厂 新建基础食品工序 给当地联名充分供应 优质食品的教导 用短暂时间靠自己的力量 出色地完成了庞大建设工程 金正日图制 一一了解基础食品商产工序 及其建设情况与商产情况 他了解了发酵工序的特点后 称赞他们按照科学技术要求 合理安排一切生产工序 这个工程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 集中创造智慧 同心协力创新 金正日图制 对此表示十分满意 他对他们建设将为人民食品生产 做出巨大贡献的 符合新世界要求的食品厂 予以高度评价 他说 金正日成主席 生平为人民谋幸福 领导我们在全国到处 修建了食品厂 粮食加工厂等 许多食品生产基地 要发扬光大主席的领导业绩 他说 基础食品是国国人民伙食中必不可缺的重要食品 所以作为人民公图的干部 首先要关注这项工作 他说 他说要是生产在高水平上正常化 并提出了金银管理工厂的钢领性任务 他说要提高技术技能水平 彻底保证 彻底保证产品的质量 对工厂的日程环境保护 也应予以巨大关注 他强调说 使基础食品生产正常化的关键在于 圆满解决大豆等原料问题 要狠抓组织工作 在合作农场建立巩固的原料基地 他坚信 这个厂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 一定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金正日图之为了给人民供应营养高 未美的食品来到遥远的山乡僻壤 全体劳动者把他的红温牢记在心间 为了早日实现他的构想 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生产斗争 金正日图之 于7月26号对西川室内工厂企业进行了现场指导 他设查并指导西川日用品生产合作社 他一一查看这一合作社干部和职工 群策群力生产的一百多种人民消费品号 了解了合作社完成计划情况和产品供应情况 他对合作社成立48年来 每年超额完成计划予以高度评价 他查看塑料管道等许多生产工序 了解了生产情况 他说像这个生产合作社那样 要用自己生产的设备生产制品 他对合作社社员生产各种美观实用的人民消费品表示满意 他提出了继续发展地方工业 大量生产人民生活迫切需要的各种消费品的任务 工人们为了实现金正日图着要给人民创造充裕而幸福生活的构想 正在热乎筹签对开展生产斗争 金正月同志对青年电气联合企业进行了现场指导 他视察各个单位 具体了解了生产情况 他鼓励工人们掀起生产高潮 为生产更多的电气而努力奋斗 他说 终生难忘这一企业的工人们 在最艰难的时期 在虽路途艰险要含笑前进的响亮口号下 依马当先完全奋斗的情景 他对这一企业的全体党员和劳动者 按照新世界的要求 卓有成就地促进工厂的技术改造工作 表示满意 金正月同志对西川机床厂进行了现场指导 四年前 他进行历史性现场指导以后 这一场积极促进技术改造工作 正在大量生产现代化高性能机床 他一查看工厂新开发的机床 他一查看了新改造的西川五号车床 万能车床 数控式车床 数控垂直综合加工车床等 新制造的机床以后 对改善工厂技术装备 生产高性能车床 表示满意 这一场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 加强创造性合作 实现所有生产过程的现代化科学化 开发了新的机床 金正月同志 比这一场建立的工薰 予以高度的评价 他说 起初对数控式机床感到神秘 现在可以在自己国家的工厂生产了 这有多么好 他还了解了重要生产过程的电脑化情况 他说 西传机床厂积极采用先进技术 使机床生产有了划时代的变化 这一实际成果 显示了我们党重视科学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他强调 要在提高产品质量不断增产的同时 还要对科学的经营管理 予以深切的关注 金正月同志 第2月26日工厂进行了现场指导 他视察许多车间 了解了生产情况 对工厂的工人们进行技术改造 奠定牢固的生产基础 出色的完成工厂的生产任务 以高度的评价 他说 要及时生产和供应更多的运输工具零部件 就要使一切设备开足马力 实现生产正常化 他强调说 要给干日冲天 努力工作的工人们 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 金正月同志 如此再次前来西川 照亮了他们建设强盛国家的道路 西汉的工人们坚定决心 报答他对他们的巨大信任和爱护 奋起展开生产斗争 在金正月同志进行现场指导的道路上 陆续出现轰动世界的奇迹和革新成果 时代的创造物不断处理 中语情根先红红同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拥戴金正月同志为伟大的领导者 我们朝鲜时社会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强盛国家将会早日建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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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